第182章 双魂 赵老太一直都看着我,浑然不顾我惊讶的神情,我只觉得自己有些说不出话来,良久才吐出两个字来,你们。 这时候,赵老太忽然和他孙子说让他去楼上玩吧,他孙子本来是好好的,但是就在转头上去的那一瞬间,忽然扭头来看着我,我看见他的眼睛全是眼白,而且朝我诡异的一笑, 然后,再接着,我就看见楼梯口那里,又出现了一个人,如果我没有猜错,那是老成他儿子。 我正准备朝那里喊什么,但是赵老太忽然朝我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,意思是让我不要出声,但是他的表情完全就是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情,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一样。 我只是看着他,觉得很多事情都不解,而当我看向堂屋里的时候,却发现堂屋里有一口棺材,好像里面是一个灵堂一样,这场景我多少有些熟悉。 我问赵老太说,里头的棺材是谁的,赵老太回答我说是二栓子的,我有些吃惊,于是说,二栓子不是已经被火化了吗?那么他的尸体怎么还? 赵老太却一直笑而不语,良久才和我说是已经火化了,正因为他以后都不在了,所以才要给他建这个灵堂,替他哭亡。 我这时候才猛地反应过来,这是亡魂给亡魂的丧葬,明白这一点之后,我才算是恍然大悟,然后问赵老太说他到底是想做什么。 赵老太说,这里是他的家,他住在这里,他能做什么呢?说完他,就又笑起来,然后说我吃了他家的死人饭,不管我到哪里,他都能看得见我,更何况,说到这里的时候,他的神情忽然变得很诡异,他说,还是我自己。 把他招在身边的。我不明白他的话,然后赵老太才说,我们家里供着的白玉观音,就是他附在上面,要不他以为怎么会莫名其妙的赵老太就上吊死了,不是为了不这个局,他白白送掉自己的性命做什么。 我听了惊道,说赵老太不是被鬼缠身吊死的,而是自给自尽的。我就觉得赵老太的死诡异,想不到里面还真有这么一茬,可是任我怎么想也想不到。 他竟然会附在白玉观音上,难道这件事奶奶也有份,可是从来都没有和我们说。 只是这个念头刚浮上脑海,就被我打消了,因为我觉得奶奶不会做这样事,果然。 赵老太说奶奶并不知情,而这样说来的话,赵老太现在是姐妹俩成了一个恶灵,而且她们还是双胞胎。 难怪会成为如此霸道的恶灵,我想来想去,她们家有恶灵盘踞,却想不到是她。 我于是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,我们家和她们家根本无冤无仇,为什么她们姐妹要这么害我们? 但是赵老太却说,没有谁要害谁,有时候命就是这样,你不服都不行,然后用她我们家欠了她们家,那么这些自然是要还回来的。 特别是我,即便我们家没有欠她们的,她们也想得到我身上的东西。 就在赵老太说到这里的时候,忽然我听见一声猫叫,接着我转头就看见小黑不知道何时到了院子里,然后我就看见赵老太,哀哑了一声。 我好像听见他说了声,他来了,然后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,接着就消失不见了。 我只听见小黑脖子上的铃铛叮铃当当的响作一团,只觉得短暂的迷糊之后,忽然就感觉先生一直在我耳边说着什么,然后我看见先生一直扶着我的肩膀,喊着我的名字,我于是说他这是在干什么。 先生见我醒转了过来,这才松了一口气,然后他问我刚刚是怎么了,我说没怎么样,我就站在院子里,而且看见了赵老太。 说着,我看了看院子里的小黑,先生却皱着眉头说,刚刚我一直在翻着白眼,而且嘴上嘟嘟浓浓的在说什么也不知道,根本听不清,把他吓了一跳,还以为是被上身了。 我听先生说得这么严重,才说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事,因为我一直在跟赵老太聊天,先生听了之后就没说什么了,然后说我们先回去再说。 临走的时候,我又看了一遍他家的堂屋,里面是点着两根蜡烛,但是里面却是空旷的,什么也没有,更显得有些阴森,我走出去几步,然后抱起小黑,就回去了。 回来之后,我把和赵老太的谈话都说了一遍,听完之后,最诧异的莫过于奶奶,他可以说,根本就没想到白玉观音这一茬,竟然是这样。 所幸的是,赵老太虽然霸道,但是小黑还能震着,然后先生就说,这是要在小黑还震得住的时候,就要办妥调,否则那天,小黑又忽然不见了,我们再想把赵老太姐妹俩给去掉,那就难了。 奶奶说,这是还得沈奶奶出马才行,先生说,只要小黑震得住,他也可以做的。 奶奶不是说,尽量少招惹沈奶奶,以防出事吗?可是奶奶却叹一口气说,这是恐怕我们自己做真做不了,这回事不欠不行,况且兴许也并不欠。 问起缘由,奶奶才说,这是和沈奶奶自己也有关联,因为大爷爷的死。 说起大爷爷的死,我们都只知道是大爷爷半夜忽然起来,然后就跳井了。 但是我们都忽略了一个细节,就是那天晚上,先是大爷爷听见了敲门声,然后他起来去开门,接着好像有人找他,他还和门外的人说了一会儿,等那人走后,大爷爷就开始不对劲了,之后就站在了井边,等沈奶奶觉得不对起来的时候,他已经在井边站了很久了,之后沈奶奶出来,他才和沈奶奶说井底有人喊他,然后就跳下去了。 所以奶奶说,我们忽略掉的,就是谁来找了大爷爷,奶奶这个时候提起这件事,那么这是肯定就是和赵老太家有关的,于是我们都猜是赵老太,可是奶奶却摇摇头,最后说,其实那晚根本就没人来找大爷爷,大爷爷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话。 沈奶奶听见的说话声,都是大爷爷在自言自语。 我说怎么会这样,总要有人敲门的吧,因为沈奶奶也听见了,难道还会是门自己想不成? 我这么一说,奶奶说还真就是门自己想的,因为那不是人敲的。 说到这里的时候,就要说,大爷爷为什么会招惹上这一段是非,原因很简单,和赵老太姐妹有关。 前面说过,赵老太姐妹俩是双胞胎,但是一出生,她的妹妹就被送给了别人家。 为什么要送走,这些缘由不甚清楚,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,后来他们相认了,但是是在外人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。 所以之前,才会猜测说,可能真正的赵老太都不知道这个妹妹的存在,但这是错误的。 因为大爷爷发现,赵老太姐妹俩经常轮换着出现,就是说,会有一个藏起来。 然后另一个伴做她,生活在赵老官家,至于是怎么瞒天过海的,这里头奶奶自己也不知情。 而这件事牵扯到大爷爷,就是因为有一次,她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秘密。 那次是大爷爷到隔壁镇去,恰好遇见赵老太也在隔壁镇,那时候,大爷爷刚好回来,赵老太刚好去, 可是回来的时候,却在桥头遇见了赵老太,当时大爷爷就觉得疑惑,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当时就齐了疑心,还是怎么着的。 大爷爷再次见到赵老太,竟然没有当面说出自己的疑惑。 要是一般人见到,肯定会问说她刚刚还在隔壁镇,怎么就出现在自家了。 后来大爷爷说她就是觉得这是诡异,不敢问出来。 因为大爷爷说,从隔壁镇回来,就那一条路,而且她一路回来,也没见赵老太在她之前回来。 更重要的是,她遇见这个赵老太的时候,她还正在和其他的老太太在桥边的地方闲聊。 所以,大爷爷才觉得这是事出有因,所以就多了一个心眼,开始留意起赵老太的行踪来。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,大爷爷终于看出这对双胞胎的不一样来, 即便是双胞胎,但也不会是完全一样的,特别是生活的环境不同等等的因素。 因为大爷爷发现,他们看人的眼神不对,那种感觉很难说出来。 就是看到他们看你的眼神的时候,就觉得这不是同一个人。 后来大爷爷把这件事和沈奶奶说了,沈奶奶是懂这些的。 于是就和大爷爷说,这是她别掺和了。 她估摸着赵老太姐妹俩一定在做见不得人的事。 当时大爷爷没有完全搞懂沈奶奶说的这个见不得人的事的含义, 她以为沈奶奶说的是他们在做对不起赵老官的事事, 可是沈奶奶说的却是关于邪氏这一类的。 也正是这样,大爷爷就没对沈奶奶的话上心, 终于后来让赵老太察觉到她好像在调查这件事, 而且似乎已经知道了什么。 于是,后来才有了我们知道的那件事, 奶奶说沈奶奶可以肯定这事就是赵老太姐妹俩做的。 而且沈奶奶说后来在井里并不是什么都没有, 还是发现了一些什么的。 至于是什么,沈奶奶说是被水浸湿的白纸, 当时爷爷下去捞带爷爷上来的时候并没有留意到这东西。 还是后来沈奶奶多了一个心眼, 去井里掉了水上来看, 就看见已经泡烂的白纸, 这种白纸是专门用来胡纸人用的。 当时沈奶奶看见是这种纸, 于是就捞起来闻了闻, 她说纸上有一股抹不掉的臭味, 那是湿油的味道, 所以沈奶奶才知道, 赵老太家姐妹俩会服湿。 他们用白纸捡了一个纸人, 然后焚化也好, 把湿油抹上去也好, 怨灵就会附在纸人身上, 那天敲门的也就是这个纸人, 然后大爷爷开门, 被迷了心智, 把纸人当成了什么人和他讲话, 之后纸人引着大爷爷来到井边, 再引着大爷爷跳下去。 这样的事可以说做得天衣无缝, 但恰巧沈奶奶就懂这些, 只是她平时都很不用, 所以那时候太爷爷他们也不知道沈奶奶会这么多。 后来沈奶奶说, 要是她不要和大爷爷说那些话, 可能大爷爷也不会继续追查下去, 因为人就是那样, 你越是叫她不要去做什么, 她越是会去探寻真相。 所以后来沈奶奶也很自责, 说也是她害了大爷爷, 如果那时候再说明白一些, 也许大爷爷也就知难而退, 不回去招惹他们了。 最后说到伤心处, 沈奶奶说只能说这都是命。 这件事到后来的结果是, 沈奶奶隐忍了下来, 这件事对任何人都没有再提过, 都放在了心里, 我们不解, 说沈奶奶这都能忍下去, 她当时完全可以戳穿赵老太他们, 但是奶奶说沈奶奶并没有选择这样做, 这也是后来她和他学了教魂之后才知道的。 当时如果沈奶奶跳出来戳穿他们, 可能未必能把他们打出原形, 反而还会让自己吃亏占不到上风, 沈奶奶选择隐忍是因为她知道每一笔债都会有要还的时候, 当照老太姐妹欠下的这些债足够多的时候, 一并讨要才能恕罪其发, 让他们彻底没有翻身的余地, 就像奶奶之前说的, 当债累积到还不清的时候, 就是祸事了。 很显然, 沈奶奶这一忍, 就是忍了这么几十年, 可是却从来没有见她着急过, 奶奶说, 这一次, 沈奶奶就是不为我们, 也会为自己去了赵老太姐妹, 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。 所以奶奶才说, 这是, 我们不用欠沈奶奶, 因为这些都是赵老官姐妹欠沈奶奶的, 沈奶奶只是去讨药而已。 听奶奶这样解释, 我才稍稍心安一些, 所谓君子报仇, 十年不晚, 沈奶奶也算是了。 而且之后奶奶还没去找沈奶奶, 沈奶奶就已经找到了我们, 她说的自然也就是赵老太家的事, 而且那晚上老成家的事, 也瞒不过沈奶奶, 她说到了去要债的时候了。 后来我才发现, 当你命理欠别人的时候, 天时地利会偏袒而不照顾你。 先生说, 这是风水轮转, 到了那种程度, 她身上的气势命格都会无形地压着你。 很显然, 这次沈奶奶去, 就是这样的情景, 整个过程基本上没有出现任何不利的情形。 从沈奶奶进入到赵老官家开始, 我就觉得, 沈奶奶就没有受到过威胁。 当然了, 这和小黑在场也有关, 因为赵老太姐妹惧怕小黑的缘故。 沈奶奶去到他们家, 就精准地找到了赵老太的所在, 然后她和赵老太也说了一些话, 但是我们都只能听见沈奶奶说的, 沈奶奶说的大致也就是, 他们如何害死大爷爷, 然后让大爷爷变成恶灵的事。 后来我看见沈奶奶拿了一条黑白线, 搓成一股的线出来, 看样子是拴在了赵老太的身上, 接着我就看见, 小黑扑上前去, 就是撕咬。 直到后来, 沈奶奶说, 赵老太姐妹的恶灵已经被小黑收了为止。 先生说, 那么他们坟地上的三阴煞格局该如何破? 沈奶奶说, 恶灵没有了, 三阴煞的格局自己就破了, 不信的话可以让先生去看, 那里的煞气很快就会保不住四处散掉, 事后先生果真去看过, 的确如沈奶奶所说, 那个三阴煞的格局就这样没了, 特别是中间的二栓子的坟发起来的土全部都回落下去。 先生说, 这说明煞已经没有了。 我们看着这个过程相当轻松, 但是先生说, 这其实和高手过招是一样的。 就像我们看一些武侠片一样, 高手过招也就是一击之间定胜负, 能打几百个回合的。 看着很厉害, 其实都是花架子。 而且先生还说, 别看沈奶奶这一次这么轻松的就去了赵老太姐妹的恶灵, 其实他隐忍了这么几十年, 这几十年都是在为这一天准备, 所以也不简单。 小黑的存在是让这件事简单了, 因为我们省去了封住恶灵的这一道步骤, 直接被小黑撕碎了, 只是后来沈奶奶才告诉我们说, 小黑不是撕碎了恶灵, 而是吞噬了它们。 沈奶奶养过小黑, 自然知道小黑的一些东西, 沈奶奶说小黑不是一般的猫, 也可以说它就不是猫, 并且它不吃一般的东西, 它的食物都是恶灵, 越凶煞的恶灵, 它越喜欢。 的确, 从小黑进入我们家以来, 我从来没见它吃过任何东西, 而且喂给它肉啊之类的东西, 它闻都不闻看都不看一下, 我们还以为它只吃那种大老鼠。 最后, 沈奶奶还告诉我们, 小黑是被一个女人养着的, 她见过一次, 那才是小黑真正的主人, 问起这个人是谁, 沈奶奶指了指安置在赵老关家的阴灵说, 就是它。 在这种手里, 感谢观看